进入九月之后,又有多部强荡韩剧开播,每天都能看到帅气的OPP和大叔们连番上阵,不得不说追剧的时光真的太幸福了。 这几年韩剧热潮席卷亚洲,让追剧族们纷纷深陷韩星的魅力中,不过,如果你属于资深的追剧狂,相信你也经历过九十年代那部日剧热潮,许多经典日剧到现在重播仍然是历久迷新,而那些剧中的日本男星也成为我们青春回忆中的一页。 经过好几年,当年我们都迷过的它们现在又变得如何了呢? 博元虫如果要说到开启日剧花美南风潮的十足,就不能不提博元虫了。 以电影情书中的出色演技,还有美少年的青秀外表中带点优郁冷酷的气质,掳获不少粉丝的心。 之后更有日剧的作剧之吻的代表作,在亚洲掀起了一股博元虫热潮,而它在2004年之后,开始渐渐淡出演艺圈, 只剩一些戏剧的零星演出。 沉寂近十年,博元虫在新版《恶作剧之吻》中客串出演,带给粉丝大惊喜。 而今年已41岁的他最近常在社群媒体分享的的近况,依旧一样帅戏外表,还多了几分成熟的男人味。 不知道你喜欢哪种感觉的博元虫呢? 小吃撤屏圆圆的大眼,灿烂的笑容,像是可爱亲人的小狗般,完美的沙糖戏男子。 小吃撤屏,也是多不经典日剧的熟面孔。 水男孩,东大特训班,伊龙中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。 在2012年后,就从日剧演出转往舞台剧发展,所以观众也较少在电视上看见他的身影。 而去年,小吃撤屏重回日剧圈,在反转Reverse还有今年的Considism行片天下信用诈欣诗,中都有亮眼演出。 他更在最近造访台湾与粉丝见面,即使已经迈入三时代,依旧保持着无敌童言,完全就是当年那个青春的水男孩。 归离合也说到经典日剧,当然不能不提,急到先师,看九梅子老师如何一个一个收服让人头痛的问题学生,十分大快人心。 而在第二季中让人一眼就注意到的学生,一定就是双主角的归离合也与是其人了。 因为这部日剧的高收视率,也让两人所属的偶像团体CAT-TUN获得了前所未见的高人气,归离合也之后则维持一年约一部的日剧演出,还跨足运动主播领域,个人事业平稳发展。 不过他所属的CAT-TUN却命运多传,2010年之后,世袭人选择结婚以及退团单飞,之后又有团员陆续离开,让CAT-TUN途中决定休息一年充电后再出发。 在今年以三人之资回归,而归离合也年底,也有一部日剧即将播出,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了。 龙泽秀明想当年正是日本杰尼斯偶像团体,在亚洲造成旋风的时期,而当中更不得不提龙泽秀明了,宛如雕刻般的美心外表,还有在日剧魔女的条件。 西洋古董杨果子店中的表现,吸引不少此中粉丝追随,不过,近年他将重心移到幕后工作,还有自己的舞台剧演出,甚至还投入火山探险,拥有许多兴趣的他逐渐减少了影视演出。 而就在前天,龙泽秀明透过经纪公司,宣布从荧光幕前隐退,将专心于幕后制作。 未来只剩几部待播出的作品可以再看到他的身影,让许多粉丝感伤了表示,这是属于平成时代的一个终结。 欺夫木聪从日剧池带西口公园,打开知名度的欺夫木聪,当年也是不少少女心中的男神,尤其在Orange Days与台奇性之间的恋爱,更是日剧史上的经典。 而最近鲜少出演日剧的欺夫木聪,则在电影有许多突破演出,《怒》,《鱼行路》都是近期叫好叫做的作品。 而《私生活》中,欺夫木聪在2016年,与交往四年的模特女友结婚,正是步入人夫的阶段。 回想当年那时期看过的日剧,仍然有满满的感动。 这些演员们陪伴我们走过最青春的时代,留下许多美好又让人怀念的回忆,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迷过的日本男神呢?